你敢相信你現在看到的這些畫面是有AI生成的嗎? 認為Gen2剛剛發布了重磅的更新 你不僅可以用它來進行文字生成影片 或者圖片生成影片 並且現在生成影片的質量是非常高的 可以達到4K的畫質非常的逼真 如果沒有告訴你 你可能都不會覺得這是AI生成的 AI製作影片的能力正在高速的發展 AI技術正在改變我們製作影片的形式 你準備好了嗎? 這期影片我就帶你了解如果使用Gen2AI去生成影片 它是可以讓你免費使用的 還有我是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流量變現以及網路趣味內容 我每週會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這網路生命大神 他們使用Gen2去做出一些效果非凡的影片 一定會讓你十分震驚 你可以看到這位作者他使用的是中國風的元素 他使用的是Gen2AI的圖片轉影片的功能 還使用了Gen2最新推出的導演模式 可以控制鏡頭的位置還有速度 這樣就讓影片生成的效果更加逼真了 再來看一下這部AI生成影片 是不是會讓你覺得整體的質感非常高級呢? 有了Gen2這種技術 可能之後的影片製作、宣傳片製作 TryGen2 讓你可以使用的Google帳戶進行登錄 或者是蘋果帳戶進行登錄都是可以的 Gen2是能夠讓你免費使用的 今天我們就使用免費的版本 這上面可以讓我們選擇 從圖片開始或者是從文字開始 我們可以選擇先從文字開始 這裡他就有介紹到 歡迎來到Gen2第二代 它是寓於使用的文字到視訊模型 可以讓你產生任何你想像的內容 這裡面有四個提示 可以幫助你去開始把你的想法去變為現實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想像的場景 如果你想要生成影片 你只需要輸入你想要的內容就可以了 你描述的越多越好 而且如果你有喜歡的創造圖像 你也可以把它包括在內 在你生成影片之前 你可以首先去獲得它的外觀的靜態真預覽 如果你滿意之後 你可以點擊生成它 如果你想進行一些調整 你只需要繼續修改提示就可以了 每次生成影片的時候 你都有機會對它進行評分 滿分視為五顆星 你的評分有助於幫助它們 去改善Gen2的模型 還有你使用所獲的結果 當你覺得卡住的時候 你可以前往精選部分 去查看有關Gen2的功能 在那裡你就可以輕鬆獲得一些相同提示 去生成你自己的影片 然後它的機會就是 你每一秒使用五個積分 我現在剛開始的帳號是525個積分 這裡面它有三個分類 文字 影像 還有圖片加描述 像我可以先輸入文字 我們可以首先去嘗試一下中文的輸入 可以去看一下它能不能去識別中文 比如說我輸入的就是 海豚在大海裡面遨遊 我可以選生成 它四秒鐘的 現在它已經說到了 我的影片在排隊 大概在一分鐘之後開始 你可以看到它生成是這樣的影片 是完全不符合的 所以能夠判斷出 它對中文並不能夠識別 所以我們最好的就是輸入英文 這裡面我輸入提示詞是 一個太空宇航員在太空中遨遊 然後選生成影片 甚至可以看到 Gen2就幫我生成影片了 我來播放一下 可以看到是非常真實的 並且是符合我提示詞的 然後可以選這裡去延長4秒 然後需要在底下再選擇延長4秒 向生成下個4秒 像就生成一部8秒的影片 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還可以繼續延長4秒的 最終長度的限定就是18秒 下個就是上傳影像 這裡面我上傳一張圖片 然後可以讓Gen2去幫我生成影片 現在可以看到 它就把該的圖片去生成影片了 我可以來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圖片就動起來了 下個功能就是圖片加上描述 這裡面我上傳了一張圖片 它是4個人在這仰望星空 兩架宇宙飛船在空中對戰 可以來生成影片 現在它就幫我生成了4秒鐘的影片了 可以來看一下 可以看到好像並沒有什麼變化 可是它現在的技術還沒有辦法達到這效果 或者換個提示 一顆流星划過天空 去看下效果 現在看一下生成好的影片 誰能夠看錯的就是 它不能夠平白無故的 去幫你生成一個沒有的元素 它是根據這個照片裡面的元素 去進生成動畫的 比如現在我加入一個圖片 它是有包括宇宙飛船的 所以我的描述就可以是 宇宙飛船在太空裡面飛行 然後選了生成 先我來看一下生成影片 這樣就可以看到 宇宙飛船在太空裡面飛行了 非常珍惜 然後在底下還有一些設計 你需要知道這個通用運動設計 它能夠幫助你增加或者減少 影片中的運動長度 如果你的數字越高 它的運動就越多 然後還有相機運動 比如說你可以控制一下 相機是水平運動的 還是垂直運動的 或者是捲的 還是飛長的 以及相機運動的速度 比如說可以讓它進行水平的移動 並且是向右的 然後可以鏡頭靠近的 然後把速度調高一些 然後選保存 這個時候再選擇延長4秒 現在可以看一下生成好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它是慢慢往右移動的 並且是對著鏡頭慢慢靠近的 像AI的發展速度真的太快了 甚至能夠幫助我們去剪輯影片 你可以看這期影片 一定會讓你十分震驚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讓這部影片點個贊 也要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